哈囉 大家好 我是Morris 場圓裡考員盧俊翔本賽季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解釋目前場均18分 4.5籃板 2.9觸碰成績 侯儀問是今年MVP的頭號熱門人選 那場均得分18也是分讀球員中的第一 那本賽季盧俊翔在面對到富邦勇士的比賽中 總計出手33次三分球 那指命中4球 命中率是12.1% 那我在記者會也向富邦勇士的總教練許敬哲詢問了 關於如何限制盧俊翔的問題 許總 就是市場面對領航員 讓盧俊翔三分命中率只有12% 那你對他有特別設定什麼防守策略嗎 應該就是高評 都知道說他怎麼去接應球 那當然大家如果仔細看我們防守 大概就是交給中線 盧俊翔上樓 盧俊翔上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中線的手 然後中線之後我們以前都是專門守外援的 所以已經對俊翔專非常尊重 因為他就是他們的外援 我認為 所以中線就必須要去守他 那我們看完了剛剛的訪問 我們可以得到說 許總對於盧俊翔的防守是採用 洋將等級的待遇來限制住他 可以說是非常尊重盧俊翔的個人能力 以及得分能力 那至於盧俊翔本人的回復 那我這邊也有詢問他的問題 盧俊翔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市場面對富邦下來 你會覺得他們給你的防守壓力多過於其他隊嗎 其實得到每一隊 我都覺得蠻有壓力的 對那其實因為 富邦真的堂哥不是 整個東西都是特別的完整 對那相當於國略 然後再更靠近幹人力的話 他可能就是幫我自己更辛苦 他去和這邊再來學習什麼 然後就更好求這一個階段 那其實相較於其他隊 富邦勇士在身高上 可以擺出張宗憲 周桂宇林智杰 同樣都超過190公分的深度 然後同樣可以從後衛手到前鋒 那內線也有強身賽射服 等護狂能力優秀的選手 包含分度球員 曾祥軍謝忠王也都有一定的內線後阻力 所以勇士在身高這部分 可以帶給對手非常大的威脅性 那剛剛徐總也提到 就是張宗憲的防守 對於盧俊翔是非常成功的 那除了防守 張宗憲在年後的攻擊火力 逐漸加穩 已經連續六場比賽得分都上上了 那這邊他也分享了 他的想法以及看法 我都不知道 就是 照自己的節奏去打球 然後保持侵略性 然後 可是上上是還OK 就是主要是跟防造球隊 然後 到現在就變成 就是我覺得就是比較 好 開箭球 那這個系列算是我 做一個採訪的一個紀錄的影片 那如果你未來想看 我在CF記者會訪問哪些球員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Morris 我們下次見 拜拜 69把球給抄到 前面還有陳立 換69離籃框很遠了 直接飛上去啊 之後他的快攻 69繞過籃框之後這兩分拿到 這次的輪轉還是相當快的 69最後要來挑戰小福 盧俊翔 盧俊翔 貴宇天生防守盧俊翔 盧俊翔切進去了 換成左手 你看到他就是有在第四節的前兩分 第一個Fail goal 盧俊翔在外線被對到的情況之下 Go Force 掉遠邊有點危險 3分先完盧俊翔 哪一個空心啊 給先生發生失誤了 盧俊翔左邊的上籃 繞過籃框得分 回到1分差了 小武 competitions 電視致與感動的 ��散 字幕上身 雷 對 雷 sale 傾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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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